如果要选择我心目中最好声音的全无线耳机 我也试了很多 B&W的PI7 会是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型号 而今天跟大家试试 是他们刚刚推出的第二代PI7 S2 以及也会谈谈PI5 S2 大家好,我是艾域,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在正式开箱前提醒大家 如果想接收最新的影音资讯、产品评测或教学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们feverSound.com的YouTube频道 追踪我们的IG和赞订阅我们的Facebook 有最新的影音资讯会在社交媒体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CLS、留言、赞和分享 因为这三部曲可以令这条影片 推送给更多人收看 多谢大家 今天试试的是英国品牌的B&W True Wireless 耳机 就是PI5 S2 和PI7 S2 主力是说回旗舰型号 但PI5 S2 我也会谈谈 它跟上一代有何不同了 还有有何特别的功能 事不宜迟,我们来看看PI7 S2 开箱 先试试一下 是的, 试试的PI7 S2 这次是全白色的设计 你看看外观或包装盒 与上一代很相似 但无论外部至内部都有些改变了的地方 但这就是规格和大家交代 现在看看这款机器是如何 整个外观的包装盒上 一如之前B&W的耳机产品或耳机产品 有些功能特点的简介 然后这款机器最大的卖点 就在机背这里看到了 当然, 产品的生产地点继续是中国 打开这张包装纸之后 就会看到内盒印了B&W的品牌 就会放在这里 真的与第一代非常相似 就会看到白色这个版本 便携充电盒上有银白色配色 上面也有一个按键 打开后, 就会看到散灯就亮了 这里有一张贴纸教大家如何配戴这耳机 当然, 你可以把它撕掉 我自己拿上手就觉得它明显轻了 这里是磨砂的质感 主要的机身是银色的铜芯圆设计 我自己觉得造工上, 继续非常不错 再看看里面的配件 当然, 继续有一本Quid Start Guide 然后, 这里会有三样配件 分别是小码和大码的直胶耳塞 然后有一条Type-C充电线 上面也用了B&Up品牌的魔术贴的速线带 管住这条线 然后, 这里有一条Type-C去3.5mm的线 因为跟上一代一样 这个便携充电盒 其实也可以做了一个转发器 把Type-C插进去 和方式转到这耳机 看完PI-7s2 不如开开PI-5s2看看里面是如何 而这次的PI-5s2是一个银黑色 其实颜色选择比第一代多了很多 整个开箱的体验其实是接近的 收盒都是两种色彩的配搭 一个黑色和灰色 里面也有一本Quid Start Guide 安全指引和保养 唯一这里没有了3.5mm转Type-C的线 因为PI-5s2不支援刚刚转发器的功能 但也有大码和小码的矽膠耳机 耳机设置的就是一个中码 整个耳机设计的形状 其实与PI-7s2两者之间非常接近 但功能上除了刚刚转发器的功能 PI-5s2没有之外 其实还有其他分别 现在规格与大家交代一下 与原始版的PI-7s2一样 PI-7s2也继续采用了 独立抗音线路驱动的9.2mm动圈 加单动贴混合单元的架构 最高也继续支援aptX Adaptive 和aptX HD 藍牙解码 而便携充电的收纳盒 也继续保留了 Audio Retransmission的音源无线转送功能 可以透过附设的3.5mm转USB Type-C 的接线 接驳不同的3.5mm信源装置 再以aptX Low Latency 的藍牙编解码 去无线传输音讯 而最大的改动是耳机的顶盖结构 和天线都经过重新设计 去加强连线的稳定度 而电池的容量亦有所增大 令它的续航力达到5小时 亦继续支援无线充电和快速充电 但耳机的机身反而轻了12% 不计这个矽胶耳塞的重量 亦只有6.5g 除了黑白两种颜色外 亦加推了5夜蓝 而且亦与近期的B&W 多媒体音响产品一样 改为整合支援B&W Music App 作用这个操控和设定 至于同门兄弟作Pi 5S II 就是一款9.2mm 动圈单元的全无线耳机 最高支援aptX解码和TWS Plus 连接技术 与第一代最大的分别 亦在电池的续航力提升至5小时 轻较12%至6g 亦会改善连线的稳定度 支援B&W Music App 而颜色上有更多的选择 包括深灰、浅灰、粉纸 以及不久的将来 加推灰绿色 好了,现在分享一下事后感 先说连线稳定度 今次依然继续用aptX HD 和aptX Adaptive 去连这款Pi 7S II 我自己上一代试时 发觉它在走aptX HD时 在高干扰的地方都比较容易断线 但这情况在aptX Adaptive 解决了 来到今次 我自己觉得真的明显地 连线稳定度有很大的提升 基本上在不同地方 例如尖沙咀、荃湾、观塘 我也试过这款机 发现它在大部分情况下 真的没有断线问题再出现 唯一是在交通灯的时候 走过马路的时候 有机会出现干扰 令它断接 所以上一代的问题 今次明显地改善了 然后谈谈A&C的表现 今次试的时候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街上实测 我发觉这款机 例如博音哥、适当音量 开启A&C的时候 即使在马路边有车经过 你都可以隔绝大部分的噪音 唯一是例如有巴士停止了 它的引擎声,稍微听到 但对整体来说 并不是很大影响 我觉得它的A&C效果算是合格有余 现在给大家一条示范片了解一下 究竟这款PI7S II 实际的A&C效果是如何 再谈谈声音表现 最明显的地方是 它整体细节的圆滑度上 有很明显的提升 而且令整个结像紮实了很多 然后在细节分明度或密度上 PI7S II 明显比起PI7 有一个挺显著的提升 但整个声音取向依然保持着 一个非常好的动态 一个很紮实 又有足够亮感的低频 人声也是清晰和比较近身 然后呈现一些Panning的效果 或高音的亮丽度上 PI7S II 依然交足功课 上一代PI7一直是我心目中 最好声音的全体练声音机 但在Panning PI7S II 取代了皇者地位 之后来到免提通话的表现 一如既往 继续有实试片段 给大家掌握它的效果 好了 现在和大家试试 BNW PI7S II 这就是全新的True Wireless 手机 那个免提通话的实际效果 一如既往都继续在画路旁边 模拟大家如果在等车 又或者是在一些被繁忙的地方的时候 究竟那个True Wireless 手机 可以摘出人声的水平去到怎样了 不知道大家又觉得实际效果是怎样呢 不妨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要挑剔一下这款PI7S II 我认为事隔一年已出了一个S II的版本 但整体来说所有功能都延续着PI7第一代 可以说是没什么惊喜 这我认为稍稍信息的地方 但其实电量改善了 然后声音表现改善了 连线稳定度改善了 都是针对着上一代不足的地方 做微调或进化 如果你喜欢PI7 PI7S II 依然是你心水的选择 来到评分时间 当然这款机器最高分的地方 就是它的声音表现 其他评分就可以了解更多了 这次的PI7S II 这款全 wireless耳机的评论 大致上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拍片的朋友 点赞,点赞,点赞,点赞 之后按右边的小铃铛 我们有新片便会通知大家 近期试试B&W不同的产品 我觉得它真的有不同的惊喜给了我 而且每一款产品的声音表现 都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 今次的PI7S II 也不例外 最重要的地方是 我觉得近期的产品 都是可以用B&W Music 这应用程式 已经完全去操控 所以如果你是B&W的忠实粉丝 你可以一条龙地从家到街上 都可以用到同一个使用体验 去操控不同的B&W 产品 这方面也是非常值得一赞 接下来B&W 我下一次试的产品 应该回归它最老本行 就是一对书架喇叭 有兴趣的朋友 便可以密切留意我的试试 今天大致上说到这里 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